来Focus未来 最近的未来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明年就会量产的两轮车 指的绝对不是人包铁的机车 而是两轮汽车 它完全是密封式的车壳 宣称有汽车的安全 而且也有汽车的舒适 不过很多人坐上去都会觉得要怎么样平衡呢 脚不能伸出车外 这个两轮车自己能够平衡得很好嘛 最大的特点是在它运用了叫做陀螺仪的技术 让这种两轮车不管是近的或者是开的时候 都可以神奇地变成不倒崩车 这种车刚刚说了 明年初在市面上能看到 目前大家预估的价位折合新台币 一台可能要50万台币 这是一台很特别的两轮车 它有机车的轻巧 有汽车的外形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自己保持平衡 这台能用两轮平衡的电动车叫做C1 不论是行进间被踏车撞到 或是禁止状态撞击拉扯 这台车子都不会倒 全因车子下方的陀螺仪 Danny King原本很着迷SUV休旅车 甚至还自己打造一台 一次严重车祸让他思考 为何人们一人上路却还要开这么大的车 于是他想创造一种既安全又小的房车 2010年他创立Lit Motor 着手构筑梦想 经过14个月的研发 花了75万美金 Lit Motor终于找出运用陀螺稳定系统 让车子达到平衡的方法 这应用是全球首创 概念产品一亮相 立刻震撼汽车工业 就像是开车一般 驾驶人坐近密闭车内 脚不用伸出车外平衡 车内操控用方向盘 每充电一次跑200公里距离 时速上限可达120公里 能够两轮平衡的C1 目前定价2.4万美金 超过台币70万 价格相当于一般房车 预估2014年初正式量产 售价能降到1.6万美金 约台币50万左右 2018年才会降至1.25万美元 想要成功杀入车市普及化 恐怕还需要点时间 体育别新闻卢洪昌宅轩 综合报道